2022年全球经济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动荡 我们几乎隔三差五就被一个新的经济大事件甩在脸上 全球各国家的经济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INF世界银行最近一起发出警告 2023年我们很有可能进入全球性衰退 可以说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 又到了一年年底 你说年底除了购物那不就是总结吗 所以小林今天也总结了全球经济的九大主题 咱一方面来回顾一下今年的经济大潮流大事件 另一方面也是帮大家一起梳理一下现在全球的一个经济形势 因为你会发现其实这九大主题里边 每一个和每一个都是连着的 就跟连续剧似的 看完今天这个视频 您打上就格局打开天灵盖闪金光 我可没那个本事 这些主题其实有一些我之前也专门做过视频 你要已经非常熟悉的了就可以跳过 我底下也会放上那个章节条 因为本人能力有限再加上篇幅也有限 所以肯定没有办法挠复2022所有的大主题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补充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炫耀一下你的知识 看到别人讲的好的也欢迎给顶上来 这样呢就是视频本身 加上评论区我们都是那种 大家可以跟小林一起来记录和总结这个2022 好那我们废话少说 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经济大事件 也是之后各大主题最重要的导火索之一 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 冲突在几周之内迅速白热化 演变成二战后欧洲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 紧接着美国欧盟对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地区 实施了史上最为严厉的制裁 欧美冻结了俄罗斯央行和银行的大部分海外资产 去估算超过3000亿美元 好那什么叫海外资产 其实主要就是俄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 那它短期之内被冻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俄罗斯央行它是要用这个外汇储备去调控卢布的 假设这个卢布涨我想让它涨慢点 那还好说我可以通过印卢布 但是假设卢布在跌 我想让它涨起来 这时候我是需要动用我美元 或者其他什么主要货币去买卢布的 央行这大部分资产一冻结我就没法去买卢布了 所以你们看到从制裁开始 俄罗斯这卢布就一泻千里 其实很主要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央行没有给它一个有力的支撑 而俄罗斯呢又属于寡头经济 政商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所以西方也对俄罗斯超过1000名的寡头啊 富豪啊私人公司实施了制裁 你比如说原来英超切尔西足球队的老板阿布 他的资产就被冻结了 他本来想赶紧趁制裁之前把切尔西给卖掉 但是没成功 最后呢在5月份以52.5亿的美元 把切尔西卖给了一个美国富豪 好那你以为他拿着钱就全身而退走人了吗 那他想的美 他卖掉切尔西拿到30亿美元 被存到了英国一个被冻结的账户里 半退半就把这些钱全都给捐了 What 最后阿布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对外硬撑着说说 这太好了 本来我卖切尔西的钱就是想捐给慈善机构的 有点跑题了 咱说回来 反正呢就是俄罗斯的海外资产 央行银行个人资产都大量被冻结 苹果耐克麦当劳可口可乐等600多个品牌 停止了俄罗斯的境内业务 2月26号俄罗斯又被踢出了swift国际资金清算系统 基本上就是要把俄罗斯完全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给割离出去 德国这边决定停止启用 北溪2号就是连接俄罗斯跟德国输送天然气的一个管道 欧盟宣布2022年年底之前对俄罗斯天然气的购买量至少减少三分之二 进口俄罗斯的石油也不分禁运 说实话就德国包括整个欧洲 因为它制裁俄罗斯其实自己这边受到的冲击也挺大的 完全不亚于俄罗斯受到的冲击 所以主要也是表现一种态度 就是我就是要制裁你 这一系列的制裁长期的效果但不好说 但短期对俄罗斯经济打击是巨大的 国际资本一夜之间全从俄罗斯撤走了 卢布兑美元半个月之内跌了将近一半 本币突然大幅贬值就导致进口变贵了 再加上贸易制裁那就供给不足 东西又变少又变贵 俄罗斯立即就陷入了通货膨胀 从二月份不到10% 一直跳到了四月份将近18% 俄罗斯央行不得把利率提高到了20% 并且暂时关闭了股市交易 好面对西方噼里啪啪这么多制裁 那普京也不是吃素的呀 立马就给你来了个反制裁 你不是想冻结我资产吗 好那对俄罗斯所有不友好的国家 你们要想进口石油天然气 一律都只能用卢布结酸 你要知道俄罗斯可是全球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 第二大石油出口国 那是开玩笑的吗 你们西方整出来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招 打出一套组合拳来对付我 我就靠我的化石能源 就这一招已不变应半变 能源这个东西吧 它几乎可以说是刚需 所以你甭管欧洲再怎么制裁 再怎么禁运 还是会有很多人俄公司排着队 找俄罗斯买化石能源 那不都得用卢布结算吗 得卢布就来了个大反转 成为了2022年最坚挺的货币 即使是今年美元无比强势 卢布对美元还升值了30% 卢布的升值确实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俄罗斯国内的通胀 你看这是它今年的通胀数据 就跟下台阶似的 虽说这数据是俄罗斯公布的 可信度有待考证 但是各种迹象表明 俄罗斯国内的通胀确实是在好转 不过怎么说呢 虽然卢布坚挺 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罗斯经济上的压力 但你想这么多制裁扑面而来 俄罗斯需要迅速调整产业格局 寻找替代品开发技术等等 那2022年经济衰退 基本肯定是没跑了 GDP二季度下滑4.1% 三季度下滑3.7% 俄欧战争 以及西方跟俄罗斯这一系列的制裁过招 给全球的经济格局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也为之后很多的全球性大事件 埋下了伏笔 而这里头首当其冲的就是2022年全球第二大主题 能源危机 很多人可能以为能源危机就只是俄乌战争催化来的 其实不然 2020年疫情爆发 刚刚形成欧派克拉斯联盟不久的沙特 跟罗斯就展开了价格战 而石油价格摁到了不到20美元一桶 石油期货价格甚至一度跌成负数 之后各国迅速减产超过10% 可令大部分人没想到的是 2021年全球的消费和需求迅速回升了 本来去年一年该花没花出去的钱 今年都给补上 市场迎来了一波消费的报复性上扬 各国的GDP也出现了大反弹 需求的猛烈回升它本来应该是个好事 但有一些产业烈周期比较长的 就不是说需求一起来供给立马就能跟上的 这就引发了2021年很多关键的产品 全球性的供应短缺 而这里边影响比较广的就是芯片 粮食还有能源 所以2021年的时候咱经常听说 芯片短缺 粮食危机 能源危机 其实都是供给不足和需求猛增这个冲突导致的 不过2022年 芯片这边供给慢慢上来了 就开始缓和了 粮食也还好 但是能源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 被推到了新的高度 再加上各种制裁 就我用你的不用你的 我卖你不卖你 这油价一下就被推到了120美元一桶 天气价格在全球大部分地区上涨都超过了50% 欧洲更是一下翻了三倍 受能源危机冲击最大的就是欧洲了 因为它离俄罗斯近 之前还有超过40%的天然气都是从俄罗斯进口 德国更是有超过一半的天然气都来自俄罗斯 你想本来两条大粗管道从俄罗斯直通德国 结果现在北溪二号说停止使用了 北溪二号的气也慢慢被俄罗斯给端了 最后9月26号 这两条欧洲最重要的天然气管道 更是被不明人士给炸了 得 这下谁也别惦记了 天然气严重短缺 欧洲就只能满世界的高价去买液化天然气LNG 截止到11月份 欧洲大部分的天然气储气罐 基本也都装满了 天然气价格也开始回落 甚至一度都出现了复数 逼得很多在海上运天然气那船 就在那溜达溜达 想看着什么时候价格涨回去了 再卸货 几家欢喜几家愁 能源危机就让能源输出国过得很爽了 你看沙特国家的能源公司沙特阿美 2022年二季度净利润就做了484亿美元 2021年同期翻了将近一倍 成全球上市公司里边最能赚钱的 咱都知道苹果非常能赚钱的 但它赚的是苹果的两倍多 而且就在欧洲各国还在紧张筹备准备过冬的时候 以沙特和俄罗斯为首的OPEC Plus 居然在10月份又宣布说 每天要减产200万桶石油 这里边原因 其实有俄罗斯跟西方的对立 也有沙特跟美国不对付 但是咱们不能光看这些地缘政治的原因 你要是看油价 其实从7月份就开始缓慢回落 而且之后全球的经济放缓 甚至可能会陷入衰退 对OPEC Plus减产 其实可能也包括了对未来全球的需求的一个判断 好 能源价格就关乎着我们几乎所有产品的生产 包括我们的出行 而且你别忘了 刚刚我们说那暴涨的石油价格还是拿美元计的 美元在2022年也是非常强势 除了卢布几乎对所有的人都涨 那你对于其他国家买石油就更贵了 高企的能源价格就导致了 2022年经济的下一大主题也可能是现在全球最大的主题 就是通货膨胀 当然通货膨胀不仅仅是因为高油价 只不过是能源危机是它的一个催化剂 我们把时间刷往回倒一点 2020年开始 欧洲 美国 日本 纷纷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刺激 来对抗疫情封锁带来的冲击 美国五轮救助计划下来 总共花了超过5万亿美元 平均到每个美国人头上那都是上万美元的开销 日本就更猛了花钱贷款担保齐上阵 债务比GDP超过了260% 冠绝全球 我们再看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全都来了个大跳 各国激进的刺激政策 突然暴增的需求 全球供应链紧张 但是持续上涨的能源价格 这些条件哪个都很容易引发通货膨胀 所以欧美在2021年下半年 其实就已经看到苗头了 只不过那时候美联储还说 这只是transitory 就暂时性的 是暴风消费导致的 暴完了就完事了 鲍威尔就继续保持着低利率和量化宽松 结果就错过了政策调整最佳的窗口 好家伙 俄国战争这么一次击 直接就导致了全球性 珊瑚海消失的通货膨胀 美国 欧盟 英国 在三四月份通胀飙到了8%左右 英国之后更是一直徘徊在10% 这些国家基本上都达到了 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日本总算也是见到了久违的通货膨胀 中国这边通胀倒还好 不过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 这我们一会儿再说 那通胀到底可怕在哪呢 这个我们只会做一期单独聊 但是各国为了抑制这么猛的通货膨胀 就进入到我们的下一大主题 加息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这下也不嘴硬了 再也不说通胀只是暂时性的 不得不立马开始全速加息 最开始就一步一个台阶加25个几点 五月份就直接一次两个台阶加50个几点 六月份一看通胀9.1%还是降不下来 立马加的更猛 一次75个几点三个台阶加 之后就是三个台阶三个台阶的跨 不到一年 硬是把利率从年初0.25%给干到了4.5% 不光是美国像什么欧元区 英国 印度 韩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巴西 瑞典等等 各国家也都开始全速加息 你要知道这种全球各国都齐刷刷一起加息的场景 近50年之内都没发生过 那加息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最首先就是抑制经济 所有人借钱都变贵了 那经济当中流动性肯定就收紧 那借贷 消费就同时下降 全球各大股市 债市也几乎全都持续阴跌 但世界银行为什么说2023年很有可能进入全球性的衰退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在齐刷刷的加息 除了抑制经济 加息还有最简单直接的问题 那就国债利率上去了 那政府借钱就更贵了 你看之前两年各国为了刺激经济 还在那儿不停的财政赤字发债 债务比GDP分分都推到8% 90% 美国甚至将近140% 国债利率要一直在高位的话 那之后政府财政就有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就日本它一直不敢加 非要把这个国债利率 十年期的国债利率摁在0.25%以下 的一部分的原因 加息的第三个后果就是强势的美元 你看这是2022年美元指数的走势 可以说在10月份之前 那叫一记绝成 你看它十年期美国的国债利率 几乎是完全同步的 当然美联储加息和国债虽然都是利率 但它不太一样 感谢朋友可以回去看我讲利率那期 那美元指数后来为什么开始回落了呢 也是因为市场一看 这通胀可能要好转了 那美联储的加息就可以放缓了 资本的方向就掉转了 股市也可以喘一喘了 当然加息导致货币强势这个理论 其实它应该适用于所有国家 也就是说谁加息谁货币就该涨 那你为什么大家都加息就美元涨呢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这里边 它叠加了避险情绪 你看欧洲整个就不太乐观 日本又没加息 所以大部分资金就都流到了美元产品 在这种危急时刻 美元强势对美国来讲肯定是好的 可以缓解加息带来的冲击 但是其他国家就比较惨了 尤其是底子相对薄弱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突然间外资撤离 就很容易导致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 甚至是金融危机 这样的例子之前其实也数不胜数 80年代的拉丁美洲 90年代的墨西哥东南亚 全都持过这样的大亏而陷入金融危机 面临强势美元 2022年有一个跌得最惨的 强倒众人推的货币 这就说到了我们的下一大主题 就是日元阴跌 这是一些主要货币对美元2022年的走势 其实全都在不同程度的下跌 只不过这个日元真的是一只红星出枪来 你说为啥呢 你要非挑主要言言说吧 你看这个是各国十年期的国债利率 而这个是日本的 What 你说你们家东西收益率那么低 那日元能不跌吗 那你看为什么日元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一直都跟个尺子一样卡了0.25%呢 那是因为人家国债政策就是要保证 十年期国债利率压在0.25%以下 以此呢来控制它长期的利率 来刺激本国的需求 当然最近它还是坚持不住了 具体这套逻辑大家要感兴趣 可以去看我讲日本那几期 我觉得还分析的挺透彻 则这下日本赶上全球假型 那你就不能既要又要了 既要低利息刺激经济 又要保证日元的稳定 没那好事 日元就从三月份 一美元对一百一十五日元 开始持续阴跌到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 一美元对一百五十二日元 本来日元贬值对日本也不一定是个坏事 一是可以有利于出口 二是可以避免通过紧缩 但是你要这么快速的下跌 那就会引发各种金融的动荡了 所以很多外资就赌 日本央行会放松 对那十年期国债利率的限制 五六月份外资就跟央行 展开了一波多空较量 十年期利率盘中几度超过0.25% 拨印了超过百万亿日元来买这个国债 把国债利率摁在0.25以下 让这些空头最后不得不灰溜溜都撤走了 虽说这些投机者是给赶走了 但是你这日本和其他国家那个利差还在呢 那日元就一直持续贬值 日元也可以说是202年 各大机构最大的做空对象 也着实让他们赚了不小的一笔 最终日本的央行也是撑不住了 在9月份突破145大关之后 至少花掉了500亿美元去买日元 所以你能看到它的外汇储备 在这两个月也明显下降 不过最近日本央行面临日元贬值和通胀 这方面压力确实有点大 所以就在12月21号这天 就把原来0.25那个线稍微放宽了一点 到0.5% 结果效果立竿见影 你看这利率一放宽 日元搜一下就上去了 不过它同时带来对日本政府债务方面的压力 也确实不小 如果刚刚那日元的下跌 还算是比较舒缓式的 那接下来这个真的就称得上是大崩盘了 那就是英债危机 2022年7月 英国前前首相Boris Johnson 因为各种不大不小的丑闻宣布辞职 新首相特拉斯接任 因为英国受到能源危机的影响比较大 4月份开始通胀就飙到9% 之后就一直没下来 英国央行只能连续7次加息来抑制通胀 于是特拉斯就推出了一个奇葩政策 就在通胀这么高的时候给大家减税 而且你减税就减税吧 他主要还是给富人减税 你想这时候最惨的应该是低收入人群了 但他反倒给富人减税 就尽为帮到民众 反而又助长了通胀 但是我跟你说 这位姐姐还真的是非常坚持自己的理念 就为此还甚至把资深的财政部秘书长也给炒了鱿鱼 结果政策9123号一公布 哇市场哗然 妈英国怎么出了一套这么奇葩的政策 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咱还是先都别投英国了 太悬会了赶紧撤吧 英国股债汇三市全线暴跌 英镑更是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1.03美元兑1英镑 几乎就是平价 给特拉斯狠狠地上了一节经济学基础 但这个还不是最大的危机 关键是债市 因为英国有着超过6万亿英镑的养老金市场 他们就大量持有衍生品来对冲利率下跌的风险 所以这次国债价格猛跌 利率就相当于上涨了 养老金基金的衍生品就开始亏钱 那他就需要去补保证金 那这时候他们就得卖掉自己手里大量的国债 去补保证金 那一卖国债就又跌 那大家就得补更多的保证金 就更得卖国债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金融的踩踏实践 而且这整个所有都发生在短短的一两天之内 最终英国十年期国债利率 两天之内暴涨了1.1% 甚至引发了全球的金融恐慌 这不会就2022年的雷曼时刻了吧 好在英国央行商出手还是很快的 赶紧买了650亿国债 把市场给稳住了 闹了这么大一出 特拉斯赶紧撤回了自己之前给富人的减税方案 当了45天的英国首相之后就被迫辞职 成为了英国有史以来任期最短的首相 之后苏纳克成为了半年中英国的第三个首相 好刚刚这前六大主题 基本上都是一脉相承的 接下来这第七个就相对来讲独立一点了 这个呢就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 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是非常依赖房地产的 其实全球各国家经济都非常依赖房地产 但是中国它尤其的依赖 结婚你得买房 小孩上学要学去房 中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家庭财富 超过四分之一的GDP 以及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头都跟这个房地产绑在一起 而且之前几十年啊 房地产几乎就没怎么跌过 就让人对房家产生一种信仰 于是地产商就利用这一点 把那个现金流的辗转腾挪 这就运用到了极致 就房子还没挖坑呢 就开始卖七房 卖了七房迅速封顶 就立刻拿到钱投到下一个项目 其实本质上呢 就是尽可能的把杠杆开到最大 这些呢都是建立在房价也不会下跌 人们会一直买七房的前提下 政府一看这么个玩法 这泡沫就会越吹越大 所以呢为了遏制房地产过度借债 信用扩张的风险 政府就在2020年出台了著名的三条红线 其实呢就是去衡量这个房企 负债和流动性的三个金融比率 根据这三条线呢 给房企分成四档 然后再根据你这个档位 去看你之后借贷的量 假设你这比率很差 处处都碰红线 那你之后就完全不能再有有息贷款了 结果还有些地产商 因为要去浪杆嘛 现金流告急 都已经没有钱去盖 已经承诺好的房子了 2021年下半年 恒大爆雷也揭开了房企 现金流极度紧张的现实 这就出现啊 大量的楼盘就盖到一半决定不盖了 俗称就是烂尾了 那面对地产信用的风险呢 很多买房的人也避之不及啊 购房需求下降 房价开始下跌 或者有价无市 那买房者就更会观望 需求就更萎靡 房企的资金链就更紧张 那信用就更差 根据中国国家统议局的数据 1到11月新房开工面积 同级下滑38.9% 竣工面积下降19% 销售面积下降23.3% 住宅销售额下降28.4% 而住宅代售面积增长了18%等等 各种数据都表明 2022年房地产的开发和销售 都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那业主肯定就不干了呀 你说我这预售款都交了 每个月还还着房贷呢 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那我贷款也不还了 很多城市就出现了 业主停贷维权的现象 2022年6月 全国各地陆续开始放出 各种危险的信号 当时啊 在社交媒体上 有一份流传很广的名单 上面就列着截止到 7月20号的时候 发生停工导致业主维权的楼盘 已经超过了300个 我们房地产经济学那期 其实聊过 就房子它跟一般的产品 还不太一样 第一呢 是它体量特别大 而更重要的是 它跟金融市场 信贷市场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连接 你看消费者要借钱买房 房企呢 要借钱盖楼 这是一个巨大的金融体系 一旦中间哪一个环断了 就很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和信用危机 你看看日本的经济泡沫 四代危机 欧债危机 哪一个房地产不都是重要嘉宾吗 所以啊 政府是一点也不敢怠慢 2022年下半年 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可以说是用顶格的力度 来稳住房地产市场 基本上就是总计提供了 超过万亿的资金支持 来保证房地产市场 这个供给需求的链条别断 建到一半的楼能盖完 交到一半的钱呢 也能交完 尤其是金融16条 力度确实比较猛 所以你看哈 这房企的股票 也迎来了久违的大涨 至于中国这个房地产市 能何去何从呢 小林也不知道 或许呢 我们可以明年年底的时候 再来聊聊看 好 我们继续下一主题哈 就前面这件事 我估计大家或多或少 可能都有所耳闻 不过接下来这个哈 估计可能对于 有些朋友来讲 就没听说过了 那就是2022年 一个崩溃的轰轰烈烈的国家 斯里兰卡 2022年6月开始 斯里兰卡欠了超过 500亿美元外债 无法偿还 全国大部分地区 每天停电超过15个小时 学校因为买不到墨水和纸 被迫取消了 所有的考试 甚至停课 斯里兰卡民众忍无可忍 走上街头抗议 烧了总理家的住所 又冲进了总统家 在他们游泳池里游泳 在他客厅里大吃大喝 那斯里兰卡 它为什么会陷入 这么深的沼泽呢 首先啊 最直接的导火索 其实是货币危机 就是它没有美元了 那是如何导致 它没有美元了呢 这原因有点多 大家跟住了 斯里兰卡呢 是印度南边 一个比较小的岛国 人口只有2200万 风景优美 物价又很低 所以一直以来 都是旅游胜地 甚至在2019年 被评为全球 最适合旅游的地方 旅游业占 斯里兰卡GDP的22% 结果疫情这么一来 旅游业被迫就停滞了 你看它旅游业的收入 2020年几乎就消失了 当然啊 这还远远不能 击垮一个国家 同时呢 斯里兰卡又非常依赖贸易 就它很多必需品 都是进口的 而这里的话 最主要的 就是能源和粮食 你一听这俩 2021年全球 又是能源危机 又是粮食危机 全让斯里兰卡给踩准了 而这些产品呢 恰恰又是刚需 所以说旅游业这边 收入大幅减少 进口的开销 还在不断上升 你看斯里兰卡 一直持续不断地贸易逆差 就是在不停不停地花美元 于是啊 它的外汇储备 从2020年就开始直线下滑 眼瞅着国库就要花光了 政府这边就急了 它觉得自己 不能再那么依赖进口了 于是2021年4月 就出了一个馊主意 要全面禁止 杀虫剂和化肥的进口 我们要全面地走向 有机农业 这就能自己自足了 聪明白 好 你说不让进口化肥 能导致什么 斯里兰卡又不是什么 产化肥的强国 于是啊 2021年直接粮食减产了 百分之二三十 这下好了 民众倒不去进口化肥了 债直接进口粮食了 光水稻就花了 4亿美元进口 这下美元就更不够用了 那你说斯里兰卡 政府怎么办 之前美元短缺 你还可以找别的地方 借借外债 但你说这个节骨眼上 谁也不愿意借给它钱啊 政府就只能自掏腰包 可问题是呢 2019年就在疫情爆发之前 政府还大规模地在减税 财政收入减少 自己也没钱 于是就狗急跳墙 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印钱 来偿还各种国内外贷款 最终就导致了 斯里兰卡超高的通胀 那你看经济不行 有高通胀 这种情况下 一般一个国家的货币 是会贬值的 可是呢 斯里兰卡为了保证进口 还强行控制了 斯里兰卡卢比和美元之间的 官方汇率 就不让本币贬值 2022年又赶上俄乌战争 油价飞涨 斯里兰卡这边 一下加息7%来抑制通胀 你看美国一下加0.75% 大家都已经 就吓得脸都绿了 人家斯里兰卡 直接给你加7% 你就说那时候 都已经乱成什么样子了 接下来啊 那真的就是 就噼里啪啦的 稀里哗啦了 2022年3月 斯里兰卡已经只剩下 1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了 刚才光2022年 就还要还86亿的债 所以可以说 美元是完全不够用 接连开始违约海外的债券 最后啊 政府已经完全拿不出美元 来买石油粮食 这些必需品了 斯里兰卡卢比对美元 从200比1崩盘到360比1 民众为了买石油和粮食 需要排好几天的队 甚至啊 90%以上 斯里兰卡居民 都不得不靠 清断食来维持生活 居民每天要断电15个小时 基本的生活物资 严重短缺 6月 斯里兰卡首相承认 国家经济已经全面崩溃 由于没有美元买燃料 政府下令禁止 向所有非必要的车辆 销售汽油和柴油 甚至很多公共汽车 火车 医疗车辆的基本服务 都被迫停止 这才有了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一幕 愤怒的群众走向了街头 7月9号 超过10万名愤怒的斯里兰卡民众 冲进了总统的住所 但那时候总统已经跑了 全国已经陷入了混乱 斯里兰卡的悲剧呢 确实有很多他自己政策的原因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大环境 能源危机 通货膨胀 资本避险 强势美元 供应链问题 去全球化这种相互连结的大背景下 斯里兰卡面临的问题呢 其实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那种对必需品 非常依赖进口的小国都面临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把它放在了 今天大盘点的主题当中 IMF预计如果现在全球这个大环境 还持续的话 斯里兰卡的倒下只是第一个 之后很可能还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发展中国家接连倒下 那葬送的就是可能是几十年的经济发展 好那2022年最后一大主题就是中国的疫情 这个相信大家都已经清楚了 我就不讲了 OK那这个呢就是小林总结的 2022年全球经济的九大主题 是不是听着稍微有点沉重 就感觉这个也危机 那个也危机 其实吧也并没有那么严重 我也是有时候不得不学 像经济学家那样 稍微准几个大词 你看都这么多问题了 IMF还是预测2023年 经济是会增长的对吧 所以呢你就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 快乐地迎接2023 下一期啊咱们就来点轻松的 也换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至于具体是什么方式呢 下期你就知道了